我們這個完成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就要再進一步來看錄製去期 因為我們這個部分做完之後的話 後面我就要來跟各位講 什麼叫錄製去期 然後再延伸出去 除了錄製去期之外 就可以進階到VBA 也就是說你之前做過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類似像按鈕一樣 按了它之後 它自己就可以把它全部自動完成 你就不用再寫一次程式 尤其是每天要做的事情 重複做的事情 那都可以把它變成按鈕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像剛剛我們這個範例 那如果說像手機號碼 我每次都會更新 更新完之後呢 那首先當然我會先把舊資料清除 然後把新的資料產生的話 那以前可能要再重新再下一次公示 很麻煩 如果我把它錄製成聚期 並且變成兩個按鈕的話 那我以後只要按一下按鈕 它就自動全部完成了 那如果我要又有新的資料產生 我要重新幫我再去串接新的資料的話 那我可以把舊資料清除 所以待會兒我們要練習的錄製 就是兩段聚集 一段的話叫做串接 一段叫清除 OK 按下去 這邊清除 所以待會兒的話 這個是結果啦 所以理論上這應該你們沒有 所以我等一下要把這個刪掉 刪掉 我們要從無到有把它變出來 所以首先的話第一件事情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錄製聚集的話 一定要有這個東西 叫做開發人員 裡面的錄製聚集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很抱歉你就沒辦法做了 好像之前有同學遇過 就是說它的版本是那個 免費版還是經濟版 就沒這個東西 所以你一定要買一個完整版 才有辦法 那首先你們應該 你們現在電腦 沒開的話應該是沒有 這個東西躲在哪裡 跟各位講一下 上面有個箭頭的 其他命令 箭頭倒數第二個 它會在制定功能區裡面 OK 制定功能區裡面 有個叫做開發人員的選項 所以你要點這個 然後再點開發人員 打勾 按確定 開發人員才出現 那你想說預設 為什麼你們電腦 不就預設就直接打勾 其實道理很簡單 因為大部分人都不是開發人員 所以如果你會打勾 表示說你可能即將成為開發人員 表示你要更上一層樓 OK 理論上大概是這樣的概念吧 不過我好像印象中發現 就是最新的版本 直接就開發人員就打開了 為什麼 因為它可能微軟發現 哇 這個功能每次都打開 就是說每個使用者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打開 那乾脆直接幫你打開就好了 也就是說以前會用到開發人員的使用者很少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 而且甚至超過一半以上 乾脆直接把它打開 為什麼大家都會用 那顯然就是說 其實大家已經能力已經提升了 而且對於城市開發的這個需求 是不斷在增加的 可能回去應該回不去了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第一件事情 開發人員要打開 那第二件事情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要錄製劇期之前 請你要先怎麼樣 請你要先 我先把它指 你要先把它做一個彩排的動作 那什麼叫彩排 就是說 因為等一下錄影的話 錄劇期跟錄影很像 也就是說你不能NG NG的話要怎麼樣 重來 有沒有 重錄 如果你錄失敗了怎麼辦 沒關係 NG怎麼樣 重來 重來的話 把舊的蓋過去就可以了 那怎麼錄 跟各位講 錄製劇期就是按下它之後 給它一個劇期名稱 然後按確定之後呢 它就會幫你記錄 你等一下滑鼠鍵盤的任何動作 OK 所以你不能做錯 那我再彩排一下 1 優標先放在這個 12儲存格 然後怎麼輸入公式 記得喔 你不需要先把上面的東西先刪除掉 不用 你只要把優標放在上面打勾就可以了 表示說你把公式輸入進去了 輸入進去之後的話呢 再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在這邊 空點點兩下 好 這樣子完成 所以三個動作 1 優標放在12儲存格 2上面打勾 3 快點兩下 三個動作喔 不要多也不要少 因為少的話可能就做不出效果 多的話可能它會亂跳 OK 好 那第二個是什麼 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 游標一樣放在12儲存格 然後呢 把底下的弦取起來 有沒有 Delete a dent 那選的話 記得啦 你不要用滑鼠這樣慢慢選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這樣慢慢選 會第一個 選很久 第二個 它選的範圍 可能會固定在 1的101 但如果將來資料增加或減少怎麼辦 所以建議請你記一個快速鍵 什麼快速鍵呢 儲標放在這裡之後 儲標放12 然後選取到最下面 Ctrl Shift加向下 Ctrl Shift向下 那剛剛有教過Ctrl向下 是跳到最下面 那多按Shift等於是選取 所以Ctrl Shift向下 然後清除的話按Delete 這樣就OK了 好 那我們要開始來錄製囉 所以喔 錄製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錄的話 那我把剛剛錄好的東西刪掉 因為這個剛剛錄的 那所以有兩 你會發現它錄完的東西會放哪裡 會放在這個Visual Basic裡面有沒有 的模組 所以喔 特別說錄完的東西 會放在這個Visual Basic裡面的模組 所以你把模組點兩下打開 它裡面會有一個Sub叫做串接 一個Sub叫清除 有沒有 所以喔 以後 聚集錄製的結果都是Sub OK 我把這個先刪掉 因為這個待會有沒有要重來一下 好 這個是空的啦 好 那接下來我就要開始錄製囉 第一個的話按下錄製聚集 然後他會問我說 你錄的名稱要叫什麼 我叫串接好了 這個時候呢 給名稱之後按確定 你後面的所有動作 就會被記錄下來了 然後被轉成Sub層次 OK 按確定 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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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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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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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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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這個時候聚集裡面就會有清除了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先讓他重新串接一次 串接 執行 成功了 清除 執行 清除了 OK 這樣應該就已經很厲害了 那如果說你要更方便一點的話 應該就要再增加兩個按鈕 有沒有所以待會教各位再把按鈕增加放在這邊 這邊插入什麼按鈕有沒有 這個按鈕你就可以有點像小畫家一樣 可以怎麼樣呢把 剛剛產生的去奇 變成一個對應的按鈕 那我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插入按鈕然後 按住不要放向右下角拖拉 然後放開 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按鈕呢 按下它之後要對應到哪一支聚集 串接 那你名稱要叫什麼 名稱上面有嗎 你請你把它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呢 按確定之後 上面的名稱 通常會叫什麼 按鈕1 按鈕2 按鈕3 那不對 所以我把它Delete掉 把剛剛複製的名稱貼到這裡來 這樣就是這個按下去就串接 那一樣的方法 再按一下插入 按鈕 然後再拖拉 這個叫清除 然後按下它 把這個名稱複製了 然後按確定 然後把這個名稱改成清除 串接 清除 串接 清除 OK吧 請各位試試看 第一步先開發人員 第2步的話記得彩排一下 1 2 3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如果我剛剛做的動作 太快了 你一下子 記不完整的話 沒關係試做做看 然後 雲端上也有一些講義 你可以照著做 上面有參考 我上面還有寫步驟 1、2、3 那或者是說 回去再 看影片 重看過 然後 其實影片有好處 你就是暫停一下 看到這個 差不多 這個記憶力已經飽和了 你就停在這裡 做一下 如果還是做不出來 倒帶一下 看一下 OK 反正 一定要確保 一定要是會的 第1個 第2個的話 要確保是熟練的 你不要會喔 但是不熟練 我發現很多同學 其實是會 但是很不熟 很不熟怎麼辦 就常常都會忘東忘西 自然而然 要用就 不那麼流暢 OK 所以盡可能 比較理想的狀態 就是說你要會用 然後又要是很熟練的 如果不熟練的話 建議就是可以 想一些方法 可以做一些筆記 或者是做一些方法 讓自己 更加的熟練 試試看 很多筆記